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先介绍彩河身边的嘉宾 制药财政券的分析员谭智乐 Arnold Arnold 你好 你好Arnold 昨天Anita和Jason 跟大家回顾了欧洲方面 2011年的债务危机的问题 今日这一节和下一节 我会跟Arnold看看 美国方面的债务情况 又或者经济方面 在2011年有什么特别的事 值得跟大家回顾一下 不如先看看 美国方面在2011年的情况 其实美国方面的债务问题 在上半年来说一直都糾纤不休 另外见到民主共和两党 亦都对削赤方面的建议 仍然争吵不休的时候 其实可不可以和大家总结一下 2011年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债务问题 又如何困扰着美国 其实见到整个2011年 其实由年头咬到年尾 见到在削赤 和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 一直都在说 民主共和党两党都争吵了很久了 最主要就是说 民主党建议加税 最主要就是听程氏常说的 向富人收回税 但始终共和党一直都是反对这个措施的 共和党自己又提出 又要削減医疗开支 这些政府开支需要减少 民主党在这方面 亦都是以强硬的姿态去反对 其实这件事都酝酿了整个 美国的经济 是一段时间 在上半年这个争拗 大家都还记得到8月最后一刻的时候 最后才达成了提高债务上限的共识 见到其实在政治上的争拗 其实美国来说 一直都是见到 你两党 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断地争拗 其实到现在来说 都是见到没有任何共识的 其实这一方面来说 对美国来说是最大的隐忧 就是始终两党 如果不可以合作好 这样发展经济 是不是真的可以顺利脱离 这个经济 復甦步伐 究竟能不能稳定回复 其实真是很难说 是啊 见到 其实民主共和两党 一直都是因为政治因素 在争拗削赤的协议 又或者在美国政府方面 提高削赤的上限 争论不休的时候 其实带来了什么后果 在这件事一直争持不休 整件事最令人深刻 突然间在8月初那天 记得好像是8月5日 美国M就被标普这间公司 下调了AA的信贷评 其实看标普那时说的 因为始终他也是在说 其实现在看到他们的政治上的争拗 都是非常之激烈的 是任何没有共识 在这一方面来说 其实一直这样争拗的话 对于美国经济 people都说到 对他们来说的 长远发展是 成为一个不太好的因素 在这一方面来说 始终担心如果一直这样争拗 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他 或者会出现违约这些风险 所以就令到评级被人下调 所以整件事来说 最大的 相信在2011年来说 美国的三字里 被标普下调 是整件事 整年来说最受人关注的 好 其实大家都看到 其实自从被人下调了评级 在那个时段来说 其实环球股市都受到震荡的 另外不如我们看看美联储 在2011年之内做了些什么 其实大家最先前都憧憬着 美联储在QE2结束之后 会推出QE3 但最终都没有做到 他又做了些什么措施 去挽救经济 美联储在大约今年6月底 就正式结束了QE2 没有即时推出QE3 记得其实在今年年初 看到环球的通胀也比较厉害 而且美国亦都开始看到 有些復甦的迹象 在年初的时候 市场一直开始怀疑 美联储是否会带有一个加息期 或者会进行加息的措施 开始回稳通胀 但是看到QE2结束之后 亦都有一个声明指出了 其实这个低息期 联储局朋友都会指出 会维持到2013年的年中 亦都安息了 令到市场相信 低息的环境仍然 维持一段时间 整体来说是有利于 美国经济的发展 在提出完QE2之后 最后有什么新措施呢 相信最利用关注 就是说的是扭曲操作 即是OT那样东西 即是美联储局 就会沽一些短债 去买一些长债 其实整个意图 最主要就是 压低长债息率 令到长债的息率有所回落 如果说回长债 其实另外一样就是 之前提及到 始终一直在为削赤和减赤 债务这个问题 一直困扰着投资者 其实令到在年头那段时间 美国的长债息率 是处于一些较高的水平 去到第三至3.5厘的水平 那时候令到市场感到困优 联储局最后就推出了扭曲操作政策 看到长债息率都有所回落 也都是令到整个美股 其实最主要是有助 美股可以令到它更加进一步去减赤 好 美国方面进一步去减赤 另外其实有没有暗示到联储局在议息声明 那么多份的议息声明之中 有没有暗示到未来会推出QE3 其实如果看回它这一年的议息声明来说 QE3就一直有提 其实最主要它的声明 都是提出到 联储局如果面对美国经济在进一步下行的时候 他们是有进一步的措施 也就是说可能会推出QE3 其实至今来说 QE3推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但问题就是 其实是否真的有需要推出QE3 或者更多其他的措施 其实看回来说 近期的经济数据都是比较上升 看到美国的经济的确是以一个比较慢的速度 亦都是缓步地慢慢地回复 QE3如果再推出的话 对经济的确是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但是后果就是可能始终有通胀问题又出现了 还有始终在说联储局的资产规模 已经去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是否真的有需要再将负担 在联储局刺激的经济 其实都是值得关注 所以QE3会否出其实都是未知指数 但整体来说 市场最关注 可能之后意识就会提及 看看有没有QE3的暗示 好 谢谢 另外不如我们看看美汇指数的走势 见到今年来说 美汇指数的走势上 其实年尾的时候 亦都再次迫近年头的高位 其实会不会看到 大家的避险情绪不断升温 都会推高美汇指数的走势 其实美汇指数 看到近年升到大约这些 差不多到年尾 看到近年一年的高位 其实美汇指数 都是在今年12月首次升穿80水平 看到都是不断地试顶位 看到其实主要是资金不断地流入美元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始终现在环球 都是受到欧债的影响 欧洲方面的经济 的确是可能陷入一些衰退的风险 市场仍然都是选择买入美元、美债 而作为首要的避险工具 在这方面来说 看到就可以令到美汇指数 其实都是一直上升 这件事正正反映 其实就算美国三条A被人下跳也好 但是钱仍然会选择留入美元、美债 那里作为避险 是的 始终美元可能是最信得过的 另外美债方面 资息率方面 是不是见到有显著回落的趋势呢 其实今年美国长期 例如看10年期债券的资息率 亦都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件事 其实看来说 资息率在年头的时候 看到是处于一些较高的水平 见到其实在去年的年底已经有一个声势 在说的是可能因为市场担心 一些美国会不会出现违约的风险 就是因为见到他们不断地争拗 两党不断地争拗那些问题 害怕它会不会出现违约的风险 在这方面来说 见到债券的资息率 曾经有时去到一些高位的 但其实其后 随着见到之前提及美联储局推出了扭曲操作 还有欧洲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 见到在这个危险程序支持下 见到钱不断地流入未债 见到资息率都回落到 甚至一些两年来的较低水平 去到两厘左右的附近的水平 在这方面来说 对于整体美国来说 是一件好事 因为始终借贷成本下降了 对它来说 削赤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好 麻烦了 总结一下 2011年见到美国经济方面 一直都受着债务危机所影响 其实整个经济层面上 其实那个层面上 有没有市场预期中那么差呢 其实现在整个经济上见到 其实一开始的确是 有点令人觉得很害怕差 但见到近期来说 其实见到第四季的经济 见到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或者下一个环节 看回第四季的经济数据有如何好 其实整体来说 现在暂时美国经济的情况 的确相对比较好 下一节我会和阿露 和大家看看 美国今年公布的经济数据 在第四季 如何有显著改善的情况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稍后见吧 我们下一个人 我们下一个人 我们下一个人